再来看这个涨价真的是让大家很有感 7月才刚开始就不少民店宣布还涨了 像是台中知名的蛋卷店 24入的蛋卷就涨了100元 一盒来到的1080元 团购客最爱的优弱冰品店 也全面性的调涨6到8% 万物起涨的年代就连团吗 也表示这波涨价真的也是涨了很多 不过也有顾客觉得已经见快不怪 打开香酥蛋卷蛋奶香扑鼻而来 现在蛋卷越做越高级 还加入巧克力内馅 让涛客越吃越爽脆 不过没想到这价格也真的是越来越贵 一早才刚开门 店员就赶紧换上新的价位牌 台中这间知名蛋卷店 北中南也都有分店 不过却抵不过物价通膨 宣布7月1号起全面性调涨价格 无弱的蛋卷从200元涨到220元 12入则是涨了30元来到380元 24入的蛋卷更是涨了100元 来到一盒1080元突破千元大关 这几年原物料成本 然后跟经营上面的成本 都一直有陆续上升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已经 大概两年多 这一次这样才涨价 不仅知名蛋卷店含涨 就连团购客最爱的优落冰品店 也宣布7月1号起全面性调涨 6%到8% 就连团妈也认为这年头 什么都涨什么都不奇怪 就连顾客也都已经习惯 那有一些逼不得已我们涨价了 我觉得一开始的振动机会有 只是没有到那么长 因为现在我觉得现在的客人 大家对于涨价这种东西 就是比较的放宽心的 应该说有点习惯 因为大家都涨了啊 刺激经济啊 这样子台湾才更强啊 如果没有人去特别了解的话 有些人觉得他需要 他就等就去买 不过现在蛋卷崩盘 蛋卷却逆向涨价 原来就是因为做蛋卷的原物料 只有25%是鸡蛋 其他都是奶油等食材 除非蛋价持续低迷 成本才有机会下降 面对不断通膨的涨声 只怕这价格居高不下 未来得掏更多马内 来支持这持续上涨的美味 记者郭医生全容提报道 大家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